哈喽大家好,我是斑大帅,欢迎来,欢迎来,欢迎来吧,足球四黑啊,大龙机械,机械,拥兵,杂技,家技,私遇到的是黄衣之主啊 这个黄衣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应该是在榜前前三的位置啊 然后感觉他好像不仅仅是打黄衣的吧,之前啊,其他也打过,应该是一个那个全能型的监管 开局的话,找到机械师了,这开局很舒服啊,这一波找到机械师,点位排的就非常,哎,哎,哎,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这个不能管娃娃的,黄衣但凡过去起手一刀把这个娃给打了他这局就只能保平不能真胜了 或者说他的真胜面要通过那个救人的时候,要救不下来才行 但凡是能救得下来的,那个可能都已经是一个求人者保平真胜了 就博命的套上的话,我觉得就求人者保平真胜了 机械师这边牵制,其实挺舒服的,这边反正也没有遗产金嘛 这机械的机械本来没修多少,然后在这边拖一拖,绕一绕 娃娃等到倒地以后,娃娃这边,对吧,慢慢的修 牵制的时候,大龙的介石,来我们就给他大龙介石 大龙介石是可以一边牵制一边修的 他会在这种零星的一些小小的时间点上面 来进行一个那个修机 然后大家注意这边的话防了一手闪现啊,防了一手闪现 刚才这块板子为什么没有下,理论上来讲这块板子下了可以拖黄一轮时间 但是算到你这边没有插眼,然后应该是一个闪现 所以说当时这边的话这块板子就不下了 因为你下了板子一定吃闪现,一定倒地 不下这个板子的话呢,我拉一拉距离 你可能还有机会通过你的一个位置没闪好 或者走位上面给到机会,我再多拖一会儿 骗一下出手,好的 一刀打,卡板就下来 介石应该是继续,我觉得介石,一个减速 介石想要牵制的话呢,得看基斯有没有动了 现在给他介石,有动可以牵制 没动的话,其实我觉得直接拉到那个毒洞啊 继续牵制就,继续倒地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这一波牵制完拉到了一个更舒服的地方 墓地,墓地这边就一点都不可能干扰到自己本方的机子了 然后还能操作一手,对吧 绕,出手,扭开,好,下板,舒服 龙漂亮,这操作还是细腻啊 当然我觉得黄金柱这把呢,因为上来找到机也是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这里能够在10秒内击倒 因为有可能在出手一封的话差不多可以击倒了 10秒内击倒的话还是有机会能打一个平局的 因为他开门战的时候有一个上挂飞的人 然后呢手里面又有一手技能 60秒开门战不过分吧,对吧 那这边的话传送是可以拖出来的 或闪现是可以拖出来的 机子是肯定够了,机子是肯定够了 这边由于刚才祭司那两个洞给到介石非常好的一个生存空间 这波时间一拖机子肯定够了 看这边谁来救 用别来救非常的稳 哪怕我这边吃震慑 或者吃触手吃一刀 我这边也能把出来 这边就怕一个触手加一个震慑 好吧 一个触手加一个震慑呢 那这个可能翻 机子给他小点 但凡是能这边把薄命套出来的 应该都是一个四轮开门战的 这里81% 娃娃这台的话已经好了 娃娃这台已经好了 我觉得吃一刀吧,吃一刀就可以亮了 佣兵的话这边直接贴门了 等一下,佣兵的血线刚好这边也可以抬上 这样的话是一个满状态的佣兵带户 复兵祭司的话这边的洞应该铺好了 拉了一个大洞 两边门一开 那这样的话有传送也没有用了 这个大洞一拉的话有传送也没有用了 应该是一个三跑了 我稳了三跑 就看最后能不能四跑了 四跑的话这边没看到地窖 应该是 有船吗 船的话这个大洞 其实有大洞我觉得船不了的 这大洞有了 怎么船都留不住人呐 这样的话选择来追杂技 看见机械石可以 那先把机械石处理了 那边门是肯定开了 门是肯定开了 一根触手能拍到卡子哥吗 拍不到 走了 单跑 诶,朱雀这个运营太流畅了 四分钟左右就已经可以亮机了 而且是机械石上来被抓的一根 怎么说呢 就这个局来讲的话 我觉得黄玉柱这边 确实没有太多的 可以去改变的点 你说他哪里有问题吗 真没问题 就是穷者这边打的太顺了 流程上面每个时间都看好 改参与不见面 我们下期再见